我一個禮拜都不一定能夠參加一場 因為時間真的不是固定 要留著保存資料 搞話說 真的 輪時間怎麼可以固定的 今天可能破900我覺得不太行 因為他那個僵直根本就隨機不固定的 有時候你今天打得很順連續躺個四五次 以前打好像有一次700多等 這真的有一次 讓boss連續躺好像連續五次 然後那一次 11來10分鐘就搞定了 還蠻爽 白血樹 白血叫 乾脆之後我玩四血代碼你還帶我好了 你玩的比我快 快太多了吧 不過我要等那個 手把來等手把來之後就 自己代碼直接打一下好了 人家任務 他現在那個 他現在叫我應該叫我 打這個任務 一次可以好幾個 我應該叫我 全街啊 沙鐵 報告任務 這個是我收集到沙鐵要丟給他喔 我本來想要自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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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機農下去就對了 有沒有挑戰D遊戲了嗎 挑戰D遊戲了嗎 可以試試看 超級D遊戲 嗨 哈囉 他有高那麼一點點 就高那麼一點點 你是用什麼武器啊現在 也有看到你額外有在農一下啦 閃夜巢 目前我是用 巨槌 單手劍喔 我是想說 可能會變成長槍或單手劍吧 如果我有看到 應該我是用重型武器 我喜歡 當作玩大劍就好了 走點位 四血代碼目前 你代碼拿到了幾個就 有沒有比較偏補助類的啊 四神的單手劍根本就爽 尤其上那個麻痺 麻痺性能的 基本上從頭到尾就可以 快麻到麻到底啊 反正四神戰士跟魔物獵人都習慣用大劍 有變成說我嗜血代碼 變成用大劍 12 補助類的啦 因為我想要走補助類的 就讓電腦MPC衝上去 然後我在後面補助 雙手劍 雙手大劍不太好用 我就很喜歡用 尤其蓄力抓準司機 大劍最強 唉唷 唉唷 讚喔 大劍喔 大劍讚喔 以前大劍最爽是蓄力下去然後砍下去的時候剛好砍到那個 重點部位啊 然後就直接給他破部位破壞 他第一次通關的樣子 10 12 第一次通關 你是說掉2輪喔 2終目 7anto博士嗎 了嗎 扔 我現在是用那個 長得很像捶子那個 arily人中小隊長繩的這一根 雙手大劍嗎 奇怪 我發現有沒有個製刀 那一條 end 我現在玩除了虛空斷杖以外 有玩好像都是玩重型武器 我玩好多遊戲都會選重型的 很少選那種輕型的 除了以前逃鬼鑽 逃鬼鑽我是用鎖鏈刀 後來發現鎖鏈刀雖然不太好用 但如果會用的話會超強 從頭到尾可以一直瘋狂在空中看 幼小的女生 重型不習慣 應該說重型武器都要慢慢習慣 其實重型武器 不用去戰役閃躲吧 大部分都可以 算好殭職 然後打對方可以讓對方殭職 而且重型武器很難閃啊 基本上就是要把他強攻 不然就配防禦啊 men 剛剛講的那個三夜巢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你說三個新角色 魂類型的不想都會被蒸發吧 反防禦啊看看啊 我之後看看 因為適血代碼算是入門的魂類遊戲 目前還 因為我是才剛打完第一隻BOSS 還不確定 不喜歡重心 魔鬼獵人 我都騎乘了 魔鬼獵人我都是打多人的 一個人打有點無聊 雖然也是可以啦 反正以前玩魔鬼獵人都是一個人在打 只是一個人打久了還是覺得有點孤單寂寞 絕的人 雖然是都跑去人家多人連線 要把是亂入人家任務 不過有些人很奇妙 有些人我進去那個亂入任務喔 然後我就被踢掉 代碼戰鬥速度很快 那我講到那時候黑暗靈魂2 試玩一下 然後一開場就被骷髏打飛了 魔鬼獵人的話比較上手的就單手劍吧 可以直接 拔刀就吃那個回復藥 魔鬼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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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應該我會先把那個 我會先把邪音入行2搞定吧 但是啊 不過你失落不是有把所有角色都 幾乎都把他練滿了 跟以前我們那時候時常連線一個好友一樣 都一直玩弓殿 小哥太難了 我預計應該就是玩那個 目前我是玩遠宮 不過我有看到武士刀欸 因為以前我在虛空斷章的時候就是武士刀 武士刀攻擊力超高的 看這一代武士刀怎麼樣 不過石英不能拿武士刀 不確定哪一個角色才可以拿 我當時忘記虛空斷章 菲莉亞是怎麼來到 來到那個 世界的 因為我記得他那時候是在SL的虛空區 照我太久了好像有一年以上 我都忘記虛空斷章的那個劇情 還在說當時因為 他後面還有虛空幻界 劇情不算完整 所以有感覺會 就少很多 我要說奪命胸彈 有那個強血 真正有 虛空斷章有菲莉亞 就是最一開始 跟同人碰在一起然後 跟同人一起去擋那個 第一個BOSS啊 最一開始的BOSS 排骨者還什麼呢 那一隻叫什麼 哎呀 真的假的我都隔一年了我都忘記了哈嘍啊 你還記得哦 虛空斷章 因為我忘記我那時候虛空斷章最後 虛空界任務完成那時候 好像是 打 打死 好像那時候我就打誰 那時候 Y7有說啊那個反派 好像以前的故事有出現過就是在 動畫有出現 然後同人之後又再遇到他 當時虛空斷章 R1是虛空斷章 當時虛空斷章打贏那個BOSS就結束 我在想說虛空幻界 應該是接下去的故事 啊對對對對對我想到了菲莉亞好像有 有那個正常有有變正常 當時好像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菲莉亞他原本也是正常玩家 然後其他的虛空 界的好像就是NPC吧 幾乎啦 我可能要再 找一下資料回顧一下 當時虛空界的設定 怎麼感覺這個是反派呀一臉就壞人臉 召見神域他非常棒就是 壞只要是反派他臉都會變得有點 炎藝大師 很大笑 害骨折 第75層BOSS 對好像 那時候同人打完75層嘛 故事最開始 然後就碰 掉到虛空界 然後也遇到害骨折 就那時候跟菲莉亞 相遇 因為當時第一次接觸刀劍神域的作品 所以對奈木還蠻印象深刻 真的假的 不是反派 一點壞人點然後就竟然不是反派 這樣跟動畫完全違和 動畫裡面只要是反派一點都用的超 超級演繹的 而且你Q很嗆 尤金是這個遊戲原創的還是動畫友 我記得Amy有說 三個新角色 既然你說是尤金 其中一個可以用 那尤金一個另外兩個是誰 動畫友 這個應該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 是新角色 我接下來要去Avance 看一下任務 走吧 我去看一下 打支線 飛莉亞 我記得 飛莉亞 我記得 好像我有 啊不 我現在想到了那個是 在虛空界跟飛莉亞一起打任務 對對對 飛莉亞好像沒有 虛空幻界 因為當時是虛空斷章啦 他一定有 還有 還有故事沒有結束 虛空界 我先熟悉一下 先熟悉一下操作 看能不能一口氣直接衝上去 哇 這個製造器 哪製造器 哪製造器 現在 動作 最近動畫有出現 他跟同仁穿透過 嗯 重要的製造器 這有動畫其實也沒什麼看 我只看第一 第一步 誰呀你們 那羽飾 Shamrok 那羽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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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要不要變變大盒啊 接大盒 這邊翻譯應該要叫雞啦 反正都叫黃 這羽飾 好 我 這羽飾 我應該有多皇帝 總而定是有留心我知道 尤金不算是新角喔 黃鱗 鱗鱗 曬文 曬文就是剛剛小小的公主嗎 是公主還是什麼 總共看起來就是被保護起了 鱗鱗我不知道 黃現在就是這個 喔 為什麼 這三個新角色是 遊戲原創的 牛金勇 50以上中間值你會選多少級 中間值喔 你會說中程度嗎 所以我以前玩三國之類似的話 我中程度一定至少要選 80以上 80以上的話就開始不太容易被挖角 你只要低於80喔 79還78 人家只要一過來講一下 馬上你的武將就直接跟人跑了 讓你享受戴綠帽的感覺 真爽喔 所以我那中程度一定要80以上 不過我感覺你突然這麼問 可能後續有什麼獻金 因為我覺得你來問的時候都是 會遇到什麼獻金 同仁在AL自創二刀流奇怪 等一下他不是在SAO的時候有二刀流嗎 那個女角紅頭髮N 零一 等等應該會遇到 大家講的應該是 他都會玩那個啦 RPG或是武俠要不然就三國雷的 中間值我覺得應該就中程度 50以上中程度 他當然是越高越好 最好是100 不過有些 有些是那個 我現在後期 三國雷有些 他是來臥底的 他中程度也100喔 超高的喔 然後之後就給你突然離開 所以一些你什麼一進來就100的那種 就很可疑 至少進來的時候是80多或就是 然後有些他中程 不過以前 以前三國雷就還不錯 你中程度不管再怎麼樣給他提升 他下個就一樣給你掉 那種也都是臥底 工匠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想說 你說那個靈鷹啊 矮人族 通常矮人族都是工匠對不對 那可能等一下就真的會遇到了 紅頭髮女命角 但動畫AL2童沒有道理 好像我這遊戲剛進來有說AL的系統 他可以自創招式 應該就你說的啦 AL裡面沒有2道理我可是同仁自創2道理我 好 好 補充動畫的資訊 我看到了 就趕快去那個遺跡 Yui Yui 配機給你 好 看看吧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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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等一下 可惡 該怎麼樣才可以上去啊 我剛剛好像 好像上去的樣子 應該這邊最低 我想要看看能不能卡Bug 我會不會下去 我會不會下去 啊 感覺好像差一點欸 他可以的吧 我知道 我知道要啟動開機關 可是我在想說 能不能卡Bug還是什麼的 大家上去 因為我有那個 之前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的確都有卡Bug成功 可惜 好啦 接下來要去哪邊啊 好 那個迷宮 瘋啦 剛剛就這任務在這邊嘛 等一下 哇 很自動跑去打罐 我看 三國志中間之一把也沒劇情好怪 那些就臥底啊 你最好是 你最好是注意一下 莫名其妙什麼事也沒幹 除非是本身 本身 他 就有設定 比如說 你是 兄弟啊 還是說 異兄弟 像是你選劉備 你關羽跟張飛 所以這兩個 中程度絕對不會降 永遠都是100 然後你選曹操的話 夏猴 家的喔 也都是100 夏猴敦夏猴猿都是100 然後什麼曹昂啊 然後曹平那些都是100 靈音登場是第二次世界才會出現 蛤 動畫AL同仁刀是大劍 然後還能另一隻手持另一把立法的刀 這必定不科學 他不是靈音嗎 為什麼可以這麼猛 一個靈音可以這麼強 感覺好像有怪物出現的聲音 他說這一代的荔枝貝特變紅色了 我還是比較喜歡他以前那種 白色配粉紅色的 我比較喜歡以前的就是虛空斷杖的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之前的服裝 乾脆也換成寓意好了 可萊 為什麼他突然跑過來這裡 射殺的關係 可是因為以虛空斷杖是白純白 加一些粉紅 可是這一次 他衣服是純紅的 為什麼他會有這邊的鑰匙 那個克萊 為什麼 為什麼 剛好 剛好就可以 拿到同仁需要的東西 而且還剛好同仁在這邊的時候剛好過來 雖然從 善雲座西光斷杖 我就知道說 我當時在城鎮不管走去哪邊 克萊因總會出現 我當時就懷疑他這個跟蹤變態狂 他同仁的超級瘋狂粉絲 沒想到這邊完全印證了我的想法 這麼變態 他是同仁的正攻了吧 你不覺得很剛剛好嗎 讓我覺得這應該也是官方故意用的一個小小的梗 哇 他會閃欸 他會閃欸超誇張的 這不是小怪嗎 小怪的閃招我是第一次看到 妖異妖異 魔法也練一練 魔法好像要收刀嗎 我目前就有一個啊 可是我等級不高啊 現在就有一招魔法 失音後期怎麼樣 我在想說要用莉智貝特來失音 因為莉智貝特有重心武器 菲莉亞也出現了 這招魔法應該是重要的 斯多蕾亞也是重心武器 還會說我換斯多蕾亞 而且斯多蕾亞他一開始就 舊大劍 等級上去的無屬性魔法好用 克萊恩斯跟光頭黑人也是同後空之一 也是 好像彼岸尤金的話可以有更親密的接觸 我看一下我的屬性 120 好像要130 140才會那個啊 技能 魔法 魔法 戰鬥 130 目前是 140才有 特殊 250 這熟練度是等級的意思還是他魔法熟練度 因為我看不到我的魔法熟練度在哪邊 目前只有魔法球 這個魔法熟練度我要去哪邊看 等級 400等 三四百等才可以學到技能 我的天啊這我要練多久啊 還是說很好升啊 希望很好升 等等 只打到一發 我覺得第一招要貼近才可以打 等一下 伊斯貝特呢 他怎麼跑去那邊 你是坦克捏 你是坦捏 坦 怎麼命令同伴過去啊 太遠 掛機多少 掛機 光頭黑人叫埃吉爾 對啊 武器電的 他在這一代也有開那個武器電 不過是賣武 賣武 好像是賣武器 你要用製造武器跟強化武器還是要立志貝特 門被鎖住了 喔 175 真痛 還蠻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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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劍神威控 蛤 這什麼 你說那什麼烏劍神威控是 兩發直接領便當 其實還蠻猛的 為什麼我都打不到了 門打開啦 你說那無劍神威控是什麼遊戲我這還真不知道呢 什麼 什麼意思 總感覺是把怪物叫出來 好癢喔 對魔法超痛的 魔法一下就一百多 而且耗磨也不高 弓箭耗磨超兇的 直向洞了 那我再開一下其他看看 我來明天之外當中就上去 門關了 出現寶箱 狀況有介紹現實中愛基爾經營的酒吧 有有有有 我記得 好像他們在現實有時候也會在愛基爾的酒吧裡面出現 可是同仁他們不是未成年 所以有果汁 我就傳來開門的聲音 怪物出現 這超 為什麼 被他們打掉 出現怪物 這隻一定要交給我 真爽 責任 獲得一個沙鐵 欸等一下 這我感覺好像 會不會是故事 需要的 荔枝藥 動作遊戲 你有那個嗎? Steam連結給我看 我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方便的話貼一下Steam連結給我好了 那個魔法跑去打什麼? 這不是自動追蹤的嗎? 剛剛自動追蹤直接跑到哪邊去? 這就是Boss部隊的用 今天傳奇要準備突出新卡池了 特特那邊有稍微公佈 特特還會特別公佈喔 戰鬥啦 不過這次八周年已經非常強烈了 加上這次的Sophie也還算蠻強的 除非他後面真的要戰力膨脹到誇張 不然我覺得頂多就比八周年還要少一些些戰力啦 不太可能說出很非常誇張的 開魔法球聳差比較慢 還真的假的 難怪第一等一開始就可以先有 好像120等的時候 小豬 小豬 我靠 從頭幾異 それ ridic führt 鬼 補包 這好熟喔 正常打了 賽 太低 普攻應該可以增加MP回復齁 我 忘了嗎 踢緊 近距離法的最痛 搞定 還有愛米露 我知道我知道 最後自己變BOSS的那個 你可以想說是要給 給那個 前作男就交響曲傳奇的主角們打敗還是說 反正就壞結局跟普通結局 好像沒有好結局 那個應該算普通結局 偷王子了 好我沒看到 sorry 我這邊youtuber沒看到 重發怪有點多躺平吧 對啊應該是 欸對啊等一下 SAO是因為大家無法登出嗎 然後再加上只要掛掉這些領便當 那AAL的主線是要怎麼樣 大家又不會死 因為我AAL喔 像那時候動畫只看一點點 我就只 那時候因為我在電視上面看到的 看到那個刀劍神 因為就是虛香聖之啊 他裡面綁在亞斯納嗎 然後又舔又摳的 然後之後被同仁 就作弊 然後開什麼痛絕好幾倍 然後結果虛香被打敗之後 現實虛香好像半邊神經 夠損嗎 然後結果要殺同仁 竟然還被國中生同仁打敗 那同仁不是駭客嗎 他是去練健身教練 他當健身教練就對了 一個幾歲打一個大人 Q隊王子直接瘋掉 好啦我看一下啦 好啦你說烏劍神威控嗎 好我直接Google看看 指定上的烏劍神威控 278塊 喔這個喔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加到願望清單 可是我在等他 大降價啦 看他要不要80%還75% 幾十塊 二十三四十塊看看 我知道我知道 喔不用不用 你那個Po的網址應該 YouTube被關掉了 我直接Google了 我有看到烏劍神威控 美少女 然後斬擊 兩年前我就我就有關注了 他那時候好像也是搶先體驗 現在好像也還是搶先體驗嗎 還是已經正式版了 已經正式版了 OKOK 挖掉就重達 我有加到願望清單 不過我 因為你說那個妖精劍是F嗎 我可能之後就是 要跑的話也是妖精劍是F先 對 應該掛 同班掛掉應該是不會影響啦 不要全滅就好了 全滅應該就是護火 結果 入客一個招萬海星嗎 普通啦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是暴擊啊 那有火屬性 他好像有四半屬性 有加暴擊率50% 還40%喔 喔晚安啊 謝謝收看囉 掰掰啊 好 卡關我再問你好了 同仁是借用矛場全線將虛槍受傷的生死度調到最大 並且拿斷鋼聖劍砍了虛槍 雅絲娜的髮型變得沒錯 可是 連那個 小女孩 就養寵物那個小女孩 他也變了 裝置又要讓我扣起來 啊 這個應該就是剛剛喬摩說的 就是剛剛那邊我還不能去對不對 然後我這個裝置運作就可以去了 我想說虛槍 那痛絕磅影響太高 可是實際上 真的會影響到現實的身體啊 好啦 當作他後來那個啦 因為神經受損太嚴重 所以打不贏同仁 當成同仁不是要把他砍死 鐵珠純黃昏得到的 古書 古秀藥石 我喜歡這一代 這一代的迷宮啊 還有副粉 很明顯沒有太大 對 遊戲應該會稍微改變啦 如果都跟動畫小說一樣的話 實際上很多人可能就說 那我直接去看動畫就好了 對 還是要有點不一樣 對阿 希莉卡 恩 斯朵雷亞 我在想說 因為荔枝他 原本以為他拿盾 他應該是第一個先衝上去擋怪物的 可是完全是斯朵雷亞先衝上去擋 我在想說乾脆那個荔枝就不要換那個 錘盾好了 換成也是換重型武器 因為荔枝的物理攻擊好像蠻高的 靠給我閃開 對 遊戲會變 欸有個角色外表好像跟靜雷選精靈種族變化 有 好像有說亞斯納跟同仁選精靈然後 一樣會變嗎 可是希莉卡他種族完全變了阿 這跟SAO不太一樣 阿我接下來要去哪 去那邊 看一下 先飛到最高看看 喔 竟然在那邊 到時候我支線都還沒 我那個小任務都還沒打 小高的地區掉下去看會不會順起 我una 是不是這邊嘛 他不是說 pros 什麼讓裝置 可以飛上去 結果不是 喔唐泥 忍信 沒什麼 空 我擔心手把來的時候我扁無俠沒破關 應該不會的 被打的時候可以瘦身耶 而且蝙蝠俠沒有蝙蝠戰車應該就阿卡和城市才有 吃多了快吃不行了 走走走我們趕快離開 先回去再說 機關標誌的精靈 好等一下我看看 因為我本來就是想要玩那個啦 玩蝙蝠戰車 可是看來還是沒有 就是要到阿卡和騎士 阿卡和城市好像是 人就評價最高的一款 不過不一定耶 可能到時候阿卡和騎士是我最喜歡的 就像2077很多人都說 一開始玩還OK 可是後面玩很無聊 但是我覺得2077喔 我當時在 打各個重複任務啊 我其實玩的還蠻開心的 我就算知道他重複任務 然後也只是類似的 類似的任務啦 就一樣是打敵人 然後要嘛是侵入 不然就駭客駭進去 可是我還是覺得玩的蠻開心 而且我還覺得不太夠 那時候打完所有支線 所有小內容 所有全部都跑完之後 發現還是不太夠 並不像其他人講的阿 就是2077玩到後面很無聊 可能到時候阿卡和騎士很多人說 重複太多 我可能玩的也是蠻開心的 除了看門狗啦 看門狗他重複任務 有些還行 可是有些就不太喜歡 應該是水 對 BUG PS4BUG最嚴重 現在BUG修正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看願不願意就是說 在2077後續更新 慢慢追加回 原本預定的內容 或者他可能就直接放棄 BUG修好之後就直接去開發二代 也有可能 到時候可能就說 啊我們以前 票票的那些內容 就放到二代去了 因為當時宣傳的實在太多了 Mafia 3 Mafia 3 Mafia 3你是說哪一個 水屬性的 那些是 總是先回來看克萊英 我覺得克萊英會解答 Kir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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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之前好像YouTube拿那個 他當時有問我說 四海兄弟要不要然後有最後生玩者 他剛好當時我本來就想要買最後生玩者2 因為二代我比較我也蠻喜歡的 然後當時 所以現在就來跑那個最後生玩者2 他只是四海兄弟 我不知道要不要跑 因為我不太了解四海兄弟他是怎麼樣遊戲 雖然那時候你沒有介紹給我啦 只是說他 首先四海兄弟bug的確很多 比最後生玩者還要恐怖 而且戰鬥優化好像 1加2還是3 也不太行 而且重點是他 比最後生玩者2還要貴 而且如果買1加2或是買3 我可能如果照收三個買了然後結果發現說不太喜歡 那我感覺說有點虧大 一二代好像有從就是有稍微 優化啦 美名其樂是重製實際上就只是優化也不算重製 重製的話應該像惡靈古堡2啦 說魔獵獵人世界這也不算魔獵重製啊 只是魔獵獵世界他算是在魔獵獵人IP裡面直接重新製作一塊遊戲 所以我也可以稱他為重製 絕命一次元還不知道 還要打折的時候只剩200多 1加2嗎 3的話就不知道 因為 1加2跟3用在一起應該也是要五六百以上 1加2 2加2 我剛剛是講絕命一次元嗎 我應該講邪言入星喔 不是我是講最後生玩者我講錯了 想玩最後生玩者 講到每次講邪言入星我都習慣性講那 最後生玩者 應該是邪言入星才對 我每次好像都會把那邪靈入星 繼承最後生玩者 他們很像嗎我覺得不像啊 可是為什麼我老是把他們記錯 那是個真實的 一代不出啦 反正Sony不是也慢慢上架很多那個 主戰座了在此停上面 戰地盤 你說這樣幹嘛 斯安地獵師 戰地盤 當時在跑斯安地獵師的時候就是啊 帶小弟去打地盤 打一打然後被攻 被攻擊 OMG強制組隊不要 不要啊強制組隊 可是我每次講邪靈入侵我都會 口誤啊 講成最後生完則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啊 那時候你們有跟我介紹過 因為YouTube上面看一些 就是宣傳影片跟一些 感覺好像還不算是全部有些內容 因為我擔心玩的會很無聊 會車臉爆 當時你有跟我說啊 1的BUG最少 2比較多一些 然後3最多 好像評價最1 1跟2的評價最高好像1嗎 還是2 克萊恩加入隊伍 誰理你我才不要你 YES 不要啊 一定要強制跟他我拜託不要 傢伙 這上一桌就強行跟蹤我 結果這桌竟然已經不是跟蹤了 是強行跟我組 組隊 這已經不是跟蹤狂 這是一個變態狂 你知道嗎 對 2代還是還可以加油 2代電風 啊對啊 GTA五代只能靠MODE才可以加油 強豪之劍 殘角服 我想要讓莉莉貝特拿別的武器 看錯 裝備 反正他這個好像也不會當碳嗎 鹽翼貓子 貓子眼線 哇攻擊直接爆高耶 喔 這個 看一下貓子眼線 等一下我看一下 鹽翼貓槌跟 進攻圓盾 圓轉盾 可是如果上貓子眼線 喔雙手的 可是他有風屬性跟聖屬性 好像三代完全變GTA型 味道已經不如前兩代了 啊希望不要啊 一直被他換一下 不知道制服好不好看 算 御衣 御衣小隊 復生 看一下斯朵雷雅 斯朵雷雅雙手大劍 哇 哇靠 這好像很猛啊殘焦火 然後換我自己 我自己的裝備看一下 為什麼就有匕首 為什麼就有匕首 就不能給我一些比較好的弓箭嗎 這一代沒辦法製作武器喔 鞠躬斷杖的時候還可以製作武器 這一代只能靠打打武器 所以我以後要跑最好是跑1加2 1加2 咦 公用按下左AUTO加左鍵按鈕來瞄準射擊 我沒有按AUTO就可以射擊 不滿射擊 哇錢好貴喔 火屬 火焰護身 換神戒指 攻擊力會稍微上升 我還是買是不是 錢不夠啊 看他弓箭 雷貓之弓 雷貓之弓 2000喔 這代只能打造武器 隨便版好像有BUG改掉蠻多的啦 1加2啦 我的攻擊 只能打造武器 你說這代只能強化武器 還是打造武器 如果可以打造武器是後面嗎 如果行的話我可以看看啦 我就先忍耐一下吧 等到他開放打造武器的時候 我再 我再去做 要不然我現在攻擊真的好低 打造跟強化好耶 好啊好啊有打造就好了 哎唷 那些PK玩PKNPC不見了 爽 沒有那些PKNPC 就開心啊 看一下 他都左AUTO加左鍵 欸等一下等一下 喔喔喔喔喔 喔原來是這樣喔 喔原來攻殿還有這樣的 我現在才注意到 要不然空中都打不到 可是精力也要耗蠻多 可是這樣就不會放技能啦 可是這樣就不會放技能啦 等待會MP 等待會MP 搞定 看一下任務 解眼的 解眼的 槌子 狗頭輪 史萊姆 奇藝人 這個應該就狗頭人 我攻擊太低了吧 我攻擊太低了吧 各位速欸 我看一下我的傷害 我的傷害是16到41 同伴現在都破百了 然後我還在16到41 進去 近距離 短著額外時間再來打好了 我們先 看 啊 真的要跟克萊因組隊 真的要跟克萊因 好啦 綁克萊因啦 同仁跟克萊因吧 我沒練同仁 我沒練到 走吧走吧 我在海岸時代啊 我在城堡時代沒辦法用 同仁啊 同仁啊 118等 嗯 人家我 詩音 都126 我靠克萊因125欸 越後面加入的等級越高是不是 啊他能力好像蠻強的啦 補測 他拿武士刀喔 好太好了我不想用武士刀 老實 欸能不能我這邊就直接把克萊因換掉 因為我現在已經 觸發了劇情 有點想這樣做 天之之劍 白刃劍 很好之劍雙手大劍 白刃劍 攻擊好高喔 120到180 太誇張了 軟浮不虧主角 快速療傷 魔法特技 不過他只能幫自己回血 戰鬥 異常狀態耐心 不過這個要怎麼用啊 二刀流 200 單手劍 雙手劍 絕風 龍捲風 對啊我要玩雙 我要雙手劍 雖然攻擊力這個雙劍很強 強豪之劍 我就是要玩雙手大劍 西莉卡都貓妖精靈 這因西莉卡都貓妖精靈 這因西莉卡都貓妖精靈 喔 原來如此 西莉卡士啊 該怎麼做才能去草原福島中央的福島 紅人應該只是普通精靈吧 不知道說他有設定還算不錯了 克萊茵 這是什麼宣言 這宣言感覺好像有點 看看克萊茵他裝備了什麼 要不是他這代角色有限定一個人是三個武器 不然我很想玩那50招 因為我上一代的時候就玩50招 聲音的頭上耳朵會動 傷害還蠻高的 欸 竟然有 這感覺好像 欸等一下這 竟然要怎麼放 雙手劍 啊 忘記用 啊 沒喊到 呃 四百多好痛喔 你摸馬還痛欸 你知道我忘記他怎麼按防禦了 開眼爆補血 唉唷 敢撤退啊 雙手劍 雙手劍 我才真正的雙手大劍 啊 啊 啊 對喔 我忘記了 好像Q有那個 瞄準題還是什麼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瞄準要怎麼用 操作 瞄準 按鍵設定 欸啊 戰鬥 鎖定目標是1 我們是守護 剛快AO出奇守護 最不被大家看到 是喔 守護精靈 反正身為一個主角就是這樣 都選那種一開始最不看好的 然後之後再開大顯神威 欸 欸 克萊因呢 等一下 那PK的MPC就這樣 欸 沒辦法鎖定他欸 喔 克萊因的傷害比我高欸 啊啊 斷招 啊啊 斷招 哇 超難打的 喔 看到血量 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衝不到 有看到敵人血量 啊啊 沒打到喔 我想說麗絲妹特來幫忙一下 這招根本就沒用嘛 克萊因加油 克萊因加油 成功 這招還蠻痛的 賽文是音樂 賽文不是遊戲裡面的嗎 剩下你是傢伙 互相砍 搞定 應該還有一個 一隻佩奴跟另外一個已經把他們搞定了 還不錯耶 好啦 克萊因的戰力好像 根本就沒有 結果根本就沒有啊 我還以為有搞定 找我血量剩重一點點 穩穩穩 快爆了快爆了快爆了 好 出發 走吧 結果要是要進副本 不過這次的副本比較簡單 很快速就可以通關 好 謝謝 晚安啊 明天再見啊 唷 雙手大劍 小看雙手大劍 我們被鎖住了 暴力開門啊 怎麼鎖不用了 啊 他怎麼打開的啊 讚你 不過其實你現在還是不會怕喜歡L連 畢竟整個遊戲劇情的時候 L連都蠻多在搞的 為什麼要這麼常見 那你怎麼會怕 那你怎麼會怕 啊 拜拜 那 不知道 但是 我們等著準備 我們等著 我們等著 在家裡 你怎麼在一起 你怎麼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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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現在來吧 我現在去吧 勵之貝特拳頭 欸我現在發現他那個不是拳頭欸 他是貓爪欸 他們的傷害比我還高 南側小房間的鑰匙 應該就這邊 這三隻好爽啊 真的我感覺很像惡靈古堡 你在北邊拿南邊的鑰匙 然後你去南邊拿東邊的鑰匙 這會不會突然動起來啊 機關房的鑰匙 什麼我現在是在這邊拿那個 拿鑰匙嗎 欸等一下這是什麼標誌啊 好像是一個問號又好像是一個勾爪 好像是一個問號又好像是一個勾爪 好像是一個勾爪 我算有裝備的 兩千猶辱特 兩千塊錢 你試到傷害比我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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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置傳來的聲音 欸告訴我我剛剛有看到一個啊 他是立起來的 好像就是這裡啊 這裡 好吧看來不是 打完這個戶本 應該可以繼續 打完這個戶本 等一下我應該跑一下做生蠻者 不不不 結音入侵 一刀必殺 我實際上以前都玩虛空斷杖的時候 他都是自動直接追擊 像這邊我要手動瞄準 可能以為是應對他本身不同的設定吧 這AL啊 悟名的單手劍 又是單手劍 能不能來個弓箭啊 來個弓好不好 我的弓到現在都還是最初始的弓啊 打BOSS了 他說遠座的克蘭因長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跟那個虛空斷杖的時候 一樣很快 卡四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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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跳起來啊 怎麼跳起來啊 噢 這一刀子 噢 這一刀子 噢 搞定 對 你真是有話 有些人 有些人 東途之花 我以為你表現了 猜測的設定 猜測的猜測 然而我,你也弄我的可以把新德ic的神匙 我看%,现在我们必须得出现 我看,我看,你可能会成功 预期的设计,可因此,也有很多不同 你可能会感到最后的风格 你可能会出现 对啊,如果想起来一定很迷惑 我以為你會感到很詳細的 我以為你會詳細詞 你會詳細詞嗎? 嗯? 嗯... 我喜歡的読書 我只會這樣 那... 那... 總之... 唐人說得很幸福 對... 等我一下 稍稍等我一下 中途之花 中途之花 克萊因送這火花燒拿這火花燒幹嘛 該不該是要送給通人吧 我感覺有點怕怕的樣子啊 送給賽文 他根本我們變工具人的啊 嗯嗯 最後の最後でしらけたわね ファンなのね ファンじゃねえって そう俺は 俺たちはクラスタなんだ クラスタって ネット用語の 確か フサっていい意味だよね セブンを花として集まる 沢山のフサ か めでる大将と心の繋がりがあるって みたいな なるほど なるほど キリトくん? いや あはは 俺はあくまでクラインの気持ちを代弁してみただけで そうだ セブンちゃんを普通のアイドルとかと一緒にし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んだ ふ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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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セブンちゃーん これからも愛し続けるぜ あー ダメね 完全にはまっちゃってる だっと疲れたわね えぇ ささと街に帰るよ え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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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んな待ってくれよ する 稲 Paul 家族拳の レッド squared 種上げ signals montg 水爆 エギ エギ 鬼 あしたいわけ テレイプレートを使っている 要不然說真的 弓箭一直都用最低的那個 門開了 地質貝特 要強化武器 先換一下那個啦 先換一下角色 等一下 還是說其他人他也有弓箭除了10英萬 看一下 我每個人看一下 成員 對喔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看嗎 技能 單手劍 雙手劍 二刀六 細劍單手棍跟弓 刀細劍單手劍 希莉卡短劍 全套弓箭 希莉卡好像可以那個 好像比較可能想要玩一下希莉卡 好像比較可能想要玩一下希莉卡 戰鬥 被動 可是弓箭要重新練有點麻煩 看一下荔枝貝特 三手棍雙手 聖音 充 劍 鍾煉鬥 11 47 直接躲雷 菲莉亞 菲莉亞 可以 看一下他魔法 搜索樹 搜尋地圖上的寶物 克萊因 刀槍弓 埃基爾 雙手斧雙手劍 全套 阿爾格 全套短劍單手 阿爾格 阿爾格 有10 阿爾格 我一樣用那個好了 用10英好了 那我就帶希莉卡或阿爾格 阿爾格好像有10 而且阿爾格等級還預設比較高 好吧 招牌 有沒有 老子 我先用10英 阿爾哥的技能 瑞士的魔友這個 不過他沒有恢復氣息 好吧 那我還是帶那個 帶那個希莉卡 希莉卡有福氣的 哎唷 A跟A 希莉卡有意義 是貝特 是 是多A 好啦 那個鑑定一下吧 克萊因得到什麼 大家是不是要跟他離開一下 克萊因得到一個叫東圖之花 東圖之花啦 一朵花 然後那個花他很神奇 那花就是 一朵傳說中的花 然後他那克萊因要拿那一朵花 然後送給那個 賽文 所以大家就很失望 那時候我會以為你 是說要追求什麼 結果原來是 賽文的粉絲 然後要去送那個 稀有道具增加好友度 阿爾哥我也是在虛空段章才看到 阿爾哥原作 幾乎沒什麼存在感吧 先鑑定 總算 獲得了裝備 要不要用初始的這個 哇 攻擊才加重一點點 我的天 暴擊力提升 我暴擊力提升好高喔 好啦 說不定不錯啊 暴擊率 燈 暴擊力提升好高喔 攻擊力提升好高喔 好像不錯 降低人防禦 降敵人防禦力 然後還有附加詛咒C 然後跟土屬性下降 好像這個不錯 全攻金盾 附加暈眩效果 還好耶 大家一定很想 大家可以半死 結果就只是為了他那個隊啊 超級不ok的 在想說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這次把那個斯多利亞換下來 然後換成 然後換成 西莉卡 西莉卡有補血技 應該可以還一兩個任務 我都只有道具耶 道具好像也還好 不要想要有那種錢的任務 連接任務 激進的獸人 日獄水晶 超級瑞爪 反正沒上限就 比較有上限 黃鐵框 狗頭人 我們再去打一隻狗頭人吧 然後再還任務 然後接另外一個任務 然後 團完那個狗頭任務之後 又來 邪靈入行惡 表示講成最後生產者 換武器耶 你也太痛了吧 我只是來解個任務而已 我不要這樣 走走走走走走 一出門就直接被NPC砍 我還以為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原本想說要撿一下 然後結果發現他只是一個 到普通的那種 背景 有沙體 啊 走了 來吧 等一下 我就先路 路青了 去旅館傳檔吧 登登登 登登 感覺 欸 就不足夠好 私下 還好是三分鐘 等一下 等一下 真的這麼短嗎 一個小時25分鐘 等一下 不太可人啊 我已經玩了一個小時25分鐘左右了 然後結果他這邊只顯示說 我只跑了43分鐘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遊戲的時間跟我過的時間不太一樣 他是發生了什麼BUG啊 超神奇的 超級莫名其妙 送他道具 材料都給他全收納了 特殊件 欸 還有特殊件 可以瞬間移動至迷宮入口 不怎麼重要啦 這一代迷宮都超少 超超超小 MP20 比一下 懸raft 波死 歡呼 道具已來了 順順對調 覆不善 可以出售欸 然後到 哇五千塊 好棒 阿全個檔 因為我可能想要先廁所 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好像 這個時間點 我有點想要去廁所 那就等一下我開 前路前二 每次我講都很習慣性的講那個最後是玩這 我很想知道說為什麼會這樣 啊登出 還有登出鍵喔不是沒有登出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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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